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战斗机从2020年开始 美军计划每年培训1400名战斗机飞行员 相比于之前的1200名 增加了200名预备飞行员 另外 每一年都有大量的退役飞行员重回美国空军服役 随着空军地位在美国武装力量的不断提高 可以预见一批先进的战机即将交付 今年美国空军的重点放在了采购F35战斗机 KC-46A加油机等一批先进机型上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国防部长的言论引起了外界警惕 如此快速的扩充空军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即将为下一次大战做装备 下一次战争又会在哪里爆发 我们不得而知